他的升量是一直在往上 這種情況是蠻特別的 因為很多人是選上是高點 然後就會開始往下走 那韓國瑜從十一二十四到當選之後 他的升量 我覺得還不是說在往上 而是急速往上 所以我覺得以他這種重承諾的人 來講的話 我們就先講兩塊 一個是他當選市長之後 當然他有一個承諾 是對高雄市民的承諾 他是一個非常重承諾的人 你要他講出 主動講出說 那我不要說二三月 我四五月來宣布要這個參加初選 我覺得要他自己講真的很困難 他有說他最終會跟大家爆發 這個最終不知道幾月 最終是什麼時候 他也沒有說七明後 也沒說端午後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難道要中秋後嗎 但是韓國瑜他的聲 讓我剛才有點同意 我們率委員講的 他跟過去換柱有點不一樣的時空背景是什麼 他自己是由下而上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不管奪完獎都沒關係 不要再投票日前獎都可以 修理 你這要看變化嘛 這要看變化 就像剛才講的 為什麼柯P他很聰明的把他的決定 從六月延到九月 你九月離投票剩三個月 他有點像說 那我讓你國民黨措手不及嘛 我九月才決定要不要選 因為他知道唯一的敵人就是韓國瑜 他認為說以現在的民調 沒有人是可以贏過柯P 唯一需要考慮的因素只有他 就是韓國瑜嘛 但是對韓國瑜來講 現在是二月 離投票還有十一個月 我真的有需要 現在就主動跳出來說 那我來選總統 或者我參加初選嗎